總統賴欣德即將迎來上任之後的 第一個雙十國慶 不過日前國際維基組織就發布了一個 臺海分裂擴大報告 內容是提到 如果要降低兩岸的緊張局勢 臺北必須收斂發言 北京也要停止軍事恫嚇 報告內容提及賴總統以強硬立場 應對北京加劇緊張局勢 建議重申依據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 但也提醒中國減少在臺灣周圍的軍事活動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成這樣解讀 白安除非政府組織背書 蕭旭成試圖挑起國際社會依賴聲浪 遭民進黨反駁 2020年這個國際維基組織也發布報告 將臺灣列入政治安全情勢重大惡化的地區 攻擊前總統蔡英文製造遺菜論 綠營反駁這組織長期跟國民黨友好 也分析藍營從遺菜論到近期國外組織報告 以及新祖國備份說再挑起依賴論 是擅長政治操弄 再對比過去麻政府時期多著目兩岸 而歷經八年蔡政府執政 放眼民主國家同盟 拓展國際外交聚集挺臺力道 藍營是充分的在這幾年的選舉當中 一直以來就是把戰爭歸咎於臺灣 現在的這個執政的這個政府 以及跟美國日本這些國際的盟友的合作 那因為兩岸之間軍力可能有差距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國際盟友的幫忙 才可以達到一個所謂的一個結構 就是多邊的嚇阻 學者分析國民黨抓準國人避戰心態 把破壞區域和平責任歸咎執政黨 但一條龍操作並不符合主流民意 唯一目的 只為討好北京 三令新聞 黃晨 報道美軍特報道